历朝通俗演绎 第一部 前汉片 作者 蔡东藩 播讲 夏秋年 第76回 巫谷玉丞相灭门 全九里储君毕命 泰山红毛 却说汉庭连年用兵 赋税摇曳繁重 再加上历任行官大多是出名的库历 用行严酷 不知体恤百姓 元丰天汉年间 南洋人杜州被启用为庭位 杜州专门效法张汤 逢迎上议 武文弄法 任意诸连 导致民怨沸腾 盗贼群起 山东一带经常发生抢劫案件 地方官吏只好据实上奏 武帝就派光禄大夫 范坤等人 穿绣花官服 佩戴虎服 号为直指使者 出巡山东 发兵击捕 所有二千弹以下官吏 全部诛杀 范坤等人一事作为 沿途滥杀 虽然也斩了几个真正的盗贼首领 但与党都逃进山中 一险抗拒 官兵无计可施 好几年不能荡平盗贼 武帝特别创出一种严苛的法律 凡是不能发掘盗贼 或以发掘不能杀尽 俸禄二千弹以下的官吏 全部判处死罪 此法叫做臣命法 臣命就是没命的意思 从此以后 小力畏惧朝廷治罪 即使发现有盗贼 也因害怕不能全部捕获而不敢报告 各郡长官因害怕受到牵连 也让下属不要报告 因此 盗贼越来越多 而地方官上下串通 隐瞒不报 空以虚文应付朝廷 逃避法网 直指使者报圣之 总是把责任归咎于官员捕杀不利 往往依照臣命法 弹杀官吏 借此示威 走到渤海时 在当地素有贤名的眷步仪 只身一人前去拜见报圣之 他说 我虽然生活在偏僻的海滨 但也久仰报公的大名 想不到今天有幸蒙报公 接见赐教 我认为 作为一名官吏 过于刚强 容易折断 过于柔弱 则法令难行 应既展示威严 又施以恩惠 才能立功扬名 永远保持上天所赐的福禄 报圣之见他容貌端庄 义正词言 不禁对他肃然起敬 愿意听从教会 从此改言为宽 回朝以后 尚书推荐眷步仪 武帝封眷步仪为青州刺史 蔡批 报君不报 亏有正有 只是眷步仪也从此著名了 秀医御史王赫 也协助抓捕盗贼 他经常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王赫曾对别人说 我听说救活一千人 子孙就可以获得封决 我救活的人不下一万 我的后世子孙应当从此兴盛了 蔡批 为王室荣宠张本 当时京城附近地区也有盗贼 秀医直指使者江冲 曾是赵王刘鹏祖的门客 他因得罪赵国太子刘丹逃入长安 向朝廷告发刘丹与姐妹以及赵王后宫女子通奸 淫乱不法 刘丹因此被逮捕 后来虽然被赦免 但终不能继位作赵王 武帝见江冲容貌壮伪 就把他封为直指使者 负责督查贵妻近臣 江冲则大胆举报 弹劾 将贵妻近臣发配到北方当边防兵 贵妻入宫哀求 情愿出钱赎罪 武帝因此得了数千万民赎罪钱 蔡丕却是一桩好生意 武帝认为江冲为人忠诚 正直 常让他随身侍奉 有一次 江冲随从御驾到甘泉宫 遇见太子家人坐着车马在道中奔驰 立即上前贺助 把太子家人的车马扣留 太子刘具得知此事 慌忙派人说情 叫江冲不要上奏 可是江冲置之不理 竟去报告武帝 武帝高兴的说 人臣应该如此 于是提升江冲为水恒都尉 江冲从此危震惊失 天汉五年 改元太史 取与民更史的意思 太史五年 又改元征和 取征讨有功 天下和平的意思 这几年间 武帝又东寻数次 始终不见有仙人 只是国内连年遭到旱灾 损伤庄稼 到征和元年冬天 武帝在建章宫闲居 恍惚看见一男子 带着剑进来 忙贺令左右将他拿下 左右四处搜捕 并没有那个男子的踪迹 都觉得诧异得很 可武帝偏偏说自己看见了 于是怒则门利失察 杀死数人 蔡丕时势老眼昏花 又派京城附近的骑兵 对上林院进行大搜查 最终一无所获 再把都门关注 挨户稽查 闹得全程不安 过了十多天 始终拿不住真饭 只好罢休 蔡丕 为什么与秦始皇的事情 如此相似 武帝暗想 如此搜索 都没有踪影 难道那人是妖魔鬼怪不成 机遗生闲 于是就闹出一场 巫谷重案 祸及深宫 自从武帝宠信方氏以来 不论男巫女巫 只要有门路可钻 便得已出入宫廷 皇亲国妻也与巫师多有往来 所以长安城几乎变成了鬼魅世界 丞相公孙贺的夫人是魏皇后的姐姐 她有一个儿子叫公孙敬生 官居太仆 自是皇后的外甥 骄银无度 公孙贺初登相位时 战战兢兢 唯恐犯法 过了三五年 诸事顺手 渐渐放开了胆子 对公孙敬生的所作所为 也无心过问 公孙敬生擅自动用北军 一千九百万钱 被人告发后被捕入狱 公孙贺因为溺爱儿子 还打算设法把他救出去 恰好杨陵侠客朱安氏流落到都中 犯下案子 未曾被捕获 公孙贺就上书说 愿击捕朱安氏为儿子赎罪 五弟准他所奏 公孙贺于是严命官吏 四处查补 官吏都认识朱安氏 不过因朱安氏仗义输财 就暗中留情 任由他漏网 这次奉了丞相的命令 无法推脱 只好把他抓来 并对朱安氏说及详情 请他不要见怪 朱安氏笑着说 丞相想要害我 恐怕自己也要灭门了 于是在狱中上书 告发丞相公孙贺的儿子 公孙敬生与杨时公主思通 并且让巫师在词中祷告 诅咒皇上 他们得知皇上将要前往甘泉宫 便让巫师在皇上专用的 池道上埋藏木偶 武帝看完后非常愤怒 立即下令捉拿公孙贺 一并审讯 杨时公主也为此事被连坐 庭位渡舟本来就是一个酷吏 接到圣旨后 就罗知罪名 牵连了很多人 杨时公主是武帝的亲生女儿 与朱易公主是姐妹 朱易公主是魏皇后所生 又和魏抗是钟表亲 虾柱 钟表亲就是姑舅关系的表亲 魏抗本来承袭父亲的封决 后来因犯罪被夺锋 不免有些怨言 蔡柱 魏抗为魏卿长子 杜州把他们全部列入犯人名单 都判处死刑 公孙贺父子都死在狱中 魏抗被杀 甚至两位公主也未能逃脱一死 奉召自尽 蔡柱 倒不如不生在帝王家 武帝毫不叹息 反而认为此案办得好 丞相的空缺就由卓俊太守刘屈毛继任 刘屈毛是钟山王刘胜的儿子 刘胜是武帝的兄弟 嗜久好色 相传有妾一百多人 有儿子一百二十个 虾平 堪称高产专业户 当时刘胜已经病死 被赐予氏号靖 所以后来被称为钟山靖王 瞎注三国时期 蜀汉国的开国皇帝刘备 就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 刘胜的长子刘昌继承父位 刘屈毛是刘胜的小妾 所生的庶子 从太守升前为丞相 武帝担心丞相权力过大 准备仿照高祖一致 分设左右两相 右相一时无人胜任 就先命刘屈毛为左丞相 加封捧侯 武帝在位日久 年近七十 担心不能延年益寿 时常引进方氏 访问土纳引导之法 又在宫中铸造了一座铜像 高二十丈 用手掌托盘承接招禄 取名为仙人掌 得到招禄以后 用他和玉蟹掺和在一起 作为饮料服下 据说可以长生不老 虽然有一半是谎言 但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 只是武帝生性好色 到老不改 陈皇后以后有魏皇后 魏皇后容颜衰老 就宠王夫人和李夫人 王李二夫人病死 又有隐行两位美姬 争宠后宫 隐姬为结余 行姬为行额 蔡柱 结余和行额都是女官名 是貌美之意 武帝一直不让他俩见面 一天 尹结余请示武帝 愿意与行行额相见 一较幽烈 武帝就让公羽假扮行额 进来与尹结余相见 尹结余一眼就看破了 知道是别人顶替 等行行额真的奉照到来 服饰到很平常 但姿容却很秀媚 惊得尹结余目瞪口呆 半上说不出话来 只有低头哭泣 行行额微笑着离去 武帝窥透芳心 知道尹结余自残 比不上行行额 于是才哭泣 就立即趋意温存 才算止住尹结余的眼泪 但是从此隐行二人就不愿再见 后人称隐行毕面便是为此 蔡丕加入此事也是一段汉宫艳史 瞎注隐行毕面还可以叫做毕面隐行 这是一个成语 比喻因为嫉妒而避免见面 这段故事就是这个成语的出处 此外还有一个勾异夫人 是河间赵氏之女 相传武帝北巡过河 见有一股青子之气 就询问众树士 他们说此地必有其女子 武帝就派人查访 果然有一个赵家少女 艳丽绝伦 只是两手生有怪病 总是握拳伸展不开 武帝亲自前去查看 果然如此 就让随从人员掰开她的双手 但没有一个人能做到 后来武帝亲自去掰 这个女子的手就伸开了 只见她的掌中握着玉钩 众人都很惊异 武帝把她刚一带回宫 就照姓了她 老夫得了少妇 如何不喜 当即特意留出一室 让她居住 号称勾异宫 蔡丕也是鸡屋藏娇的意思 从此称赵女为勾异夫人 也叫全夫人 虾瓶金屋藏勾拳 过了一年多 勾异夫人怀孕 足足等了十四个月 才生下一个男孩 取名为刘芙玲 武帝提升勾异夫人为劫鱼 武帝听说姚帝的母亲庆都 怀孕十四个月才生下姚 勾异的儿子也是如此 因此称勾异的宫门为姚母门 有的人说勾异夫人精通皇帝宿女经之类的房中术 能使武帝返老还童 仍然有能力美业育女 这是野史妄谈 断不可信 武帝的体质本来就很强壮 所以晚年得了年轻貌美的女人 还能老磅生猪 老年得子 不过天天行房 会伤身子的 总有穷妻 到了征和改元 武帝已经有了疾病 耳目不灵 精神不佳 上次看见有男子入宫 全是昏迷所致 后来因公孙贺父子被处死 连累了自己的两个女儿 更觉得心神不宁 有一次 武帝白天在宫中睡觉 梦见有无数个木头人 拿着棍子攻击他 顿时吓出一身冷汗 突然惊醒 醒来以后还心惊肉跳 魂不守舍 因此迷迷糊糊的有了健忘症 这时候恰逢姜冲入宫问安 武帝就和他谈起梦里的情形 姜冲却一口咬定 有巫术搞鬼 蔡批全是好事 武帝立即命令姜冲随时查办 姜冲于是借机诬告 任用了几个胡人巫师 专门去官员和百姓家里搜查 如果从地下挖出木偶 不论跪剑一律抓来 勒令他们招供 官民一无所知 从何供起 姜冲就命令手下 用烧红的铁钳 烙他们的身体 用毒刑逼破 什么样的供词都能得到 其实从地下挖出的木偶 全是姜冲暗中让巫师事先买好的 一群无辜的官民横遭陷害 先后被杀 人数多达几万 蔡批读过蛇蝎 当时太子刘炬已长大成人 他性情忠厚 平时遇到这种大案 往往代为平反 因此深得民心 五帝起初很喜欢他 后来见他才能平庸 便心生嫌弃 再加上魏皇后已经失宠 五帝对他母子就更加冷淡 不过魏皇后生性谨慎 多次劝戒太子要秉承上义 因此太子才没有被废 后来江冲弹劾太子家人 以表现自己中职 获得五帝宠信 太子不免心生怨恨 现在听说巫术案牵连了许多人 就更加讨厌江冲 江冲担心五帝驾崩 太子继位 自己难免被杀 就决定先把太子除掉 以免留下后患 黄门郎苏文与江冲往来密切 二人一同诬陷太子 太子经常拜见母后 很久之后才离开 苏文就向五帝禁禅言说 太子整天在宫中 想必是与宫女嬉戏呢 五帝没有回答 特意拨给东宫二百名妇女 太子就觉得不对劲 仔细探查 才知道是苏文从中诬陷 于是更加收敛 苏文还与小皇门长荣 王毕等人 暗地里观察太子的过失 上奏五帝 被皇后恨得咬牙切齿 多次嘱咐太子 要他上书诉说冤情 请皇上诛杀说坏话的贼子 太子担心烦扰五帝 不想把此事上尘 并且说自己没有过错 不怕别人乱说 不久五帝生病 派长荣前去请太子过来 长荣立即回来禀报 说太子面带喜色 可是当太子进来探视时 分明面带泪痕 勉强笑着说话 五帝这才知道长荣的话不可信 于是将长荣推出去斩首 苏文没有得逞 反而断送了一个长荣 又恨又怕 立即告知江冲 江冲就请五帝到甘泉宫养病 暗中派巫师弹劾上书说 宫中隐藏着邪气 如果不除去 陛下的病难以痊愈 五帝患病很久 听了弹劾的话 当然相信 立即让江冲入宫治理 并派暗道侯韩月 御使张贡辅助他 皇门苏文吉巫师弹劾 也跟随江冲一同前去 江冲手持圣旨 率众入宫到处搜查挖掘 其他地方挖出的木偶有限 只有皇后太子宫中挖出的木偶最多 从太子那里还发现了博书 上面写这些悖逆的言论 江冲把这些作为证据 走出东宫 扬言说要上奏皇上 太子并没有埋藏木偶 凭空被挖出 又惊又怕 便向少妇石德讨教 石德是石庆的儿子 他怕自己受到连累 就献祭说 前丞相父子与两位公主和卫康等人 都因巫谷案被诛杀 现在江冲带着巫师到东宫挖出木偶 就算是他暗地里陷害 殿下也无法辩明 事到如今 不如逮捕江冲 先发制人 太子恶然道 江冲是奉旨到来 怎能擅自逮捕 石德说皇上在甘泉宫养病 不能理事 皇后与太子的随从官员 请安问候也不通报 皇上是否还活着都不知道 奸臣才敢这般胆大妄为 如果不赶快行动 岂不是要重蹈秦公子扶苏的负责吗 太子被他一逼 也顾不得什么好歹 便假传圣旨 争调武士 前去抓捕江冲 再批鲁莽之急 江冲不曾预防 竟被拿下 巫师弹劾也一并被抓 按道侯寒月是航武出身 力气挺大 他与武士打斗 毕竟寡不敌众 伤重而死 素文张贡 趁机逃往甘泉宫 太子在东宫等待消息 没过多久 武士把江冲弹劾抓来 太子见了江冲 气得火冒金星 就指着他怒骂道 你这个赵国的奴才 以前坑害你们国王父子 还嫌不够 如今又来挑拨我们父子 说着就贺令左右 把江冲斩首 并下令将弹劾 带到上林院 用火烧死 蔡丕 虽是眼前快意 但未得实贡 究竟难以堵住别人的责难 然后派舍人无拘 拿着符节 到渭阳宫 通报魏皇后 又调发皇后的车马 武库兵械 运来成乐宫卫士 守备宫门 蔡丕 何不急赴甘泉宫 自首请罪 苏文张贡 跑到甘泉宫 上奏说太子造反 擅自逮捕江冲 武帝吃惊的说 太子因宫内挖出木偶 必然迁怒于江冲 所以才有这样的变故 我召他过来 一问就明白了 于是特派侍臣前去召太子过来 侍臣临走时 苏文给他使了眼色 他已明白其中的意思 又担心被太子杀掉 就到其他地方藏了很久 才回来对武帝说 太子谋反属实 不肯前来 而且想把臣斩首 臣只好逃回来了 武帝听了以后大怒 想让丞相留屈毛 前去抓捕太子 碰巧丞相府中的长使 前来告辩 武帝问道 丞相有什么举动 长使随口答道 丞相因事官重大 密不发兵 武帝愤然道 事情已经这样沸沸扬扬 还有什么秘密可言 丞相没有周公的遗风 难道周公能不杀管叔和蔡叔吗 瞎注 周公和管蔡二人是兄弟关系 丞相刘屈毛是中山静王 刘胜的儿子 与太子刘居是堂兄弟关系 因此武帝才有这样的比喻 武帝当下命人写下诏书 交给长使带回 丞相刘屈毛 刚一听说有变乱就出走 连印寿都丢了 蔡丕 实是没用的家伙 他心中正在惶恐不安 忽然间长使回来了 给他看诏书 刘屈毛就取书阅读 书中说道 捕杀叛逆者 朕自会赏罚分明 应用牛车作为掩护 不要和叛逆者短兵相接 杀伤过多兵足 匕首城门 绝不能让叛军冲出长安城 刘屈毛看完 才问明长使前往武帝那里禀报的情形 其实长使去禀报 也并不是由刘屈毛派遣的 就是对打武帝 也属于随机应变 等到向刘屈毛说明 刘屈毛很喜欢他的干练 安慰勉励了几句 就把诏书搬侍出去 很快又有诏令传下 凡是京城附近县里的将士 都归丞相调遣 一招全在手 便把令来行 刘屈毛立即调集人马 前去抓捕太子 太子听说后 急不狭则 假传诏令把都城的囚徒 全部放出来 让石德和宾客张光 分别带领囚犯抗敌 并且宣告百官 说是皇上病危 奸臣作乱 应尽快前去争讨 百官也毫无头绪 究竟分辨不清 谁真谁假 只听得都城里面 喊杀声震天动地 太子与丞相领兵交战 杀了三天三夜 不分胜负 第四天才有人传报说 御驾已到建章宫 众人这才知道是太子假传赵令 于是胆大的人出来帮助 丞相一同讨伐太子 就是民间也说太子造反 不敢追随 太子的部下死一个少一个 丞相的部下死一个反而多一个 常乐宫西面变成战场 血流成河 太子渐渐不知 连忙乘车到北军门外 给护军使者仁安扶结 让他发兵相助 仁安是前大将军魏清的门客 与太子本来就很熟悉 当面不好反驳 只好接受扶结 可是等太子离开后 他竟然闭门不出 太子没有办法 抓来百姓冲兵 又占了两昼夜 兵残降尽 一败涂地 时得张光被捕获 太子带着两个儿子 想从父王门逃走 可是城门早已关闭 无路可出 碰巧四只田人 看到太子仓皇的样子 不忍加害 竟把他父子放出城门 等到刘曲毛追到城边 查到田人擅自放走太子 就想把田人处斩 报圣之当时已担任御史大夫 在刘曲毛的旁边 就急忙说 四只官位与二千弹平级 有罪应该上奏 不宜擅自诛杀 刘曲毛于是就没有杀田人 亲自把情况详细报告五帝 五帝十分恼怒 立即下令逮捕 报圣之和田人 并派人责问报圣之 为什么袒护田人 而不杀他 报圣之惶恐自杀 蔡丕 前前揪难幸免 但不灭族 还是由于挽盖之功 瞎注 挽盖是指用后面的扇刑 掩盖前面的恶行 本回开始讲到 渤海贤人眷不宜 给报圣之提出忠告 致使报圣之改言为宽 因此称为挽盖 五帝又派遣宗正流长 直今无流感 收回魏皇后的应洗和受贷 魏皇后把洗寿交出后 大哭一场上吊自杀 蔡丕 臣后由巫谷被废 魏后亦由巫谷致死 不可谓非天道好还 魏氏家族全部被判处死刑 就是太子妃妾也是无路可逃 全部自尽 此外东宫蜀利 随同太子起兵的 全部被灭族 甚至仁安接受服劫的事 也被查出 仁安被拘禁在狱中 五帝认为仁安是老官吏 看到出现战乱之事 想做官成败 看谁取胜就归负谁 对朝廷怀有二心 因此就把仁安与田仁一同腰斩 瞎注 仁安在入狱之前 曾给司马迁写信 请求引荐自己 司马迁很久没有回信 后来仁安被关进监狱 而且面临死刑 司马迁也由于为李玲辩护而遭受攻刑 这时他给仁安写了一封回信 这封信成为一篇名作 叫做报仁安书 也叫报仁少卿书 因为仁安自少卿 司马迁在信中解释说 他之所以未能推荐仁安 是因为自己身受奇耻大辱 遭受攻刑 他告诉仁安 自己以极度的耻辱为代价 完成了揪天人之计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的使计 这也是成语一家之言的出处 一家之言是指具有独特见解 自成一派的学说或论著 另外 毛泽东在老三篇第一篇 《为人民服务》中提到的 人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红毛那句话 也是出自报仁安书 成语泰山红毛 则是从这句名言中演变出来的 顺便提一下 仁安也是由于司马迁给他写的这封信 而小有名气 话修续凡 言归正传 五帝仍然怒不可遏 群臣感到忧虑和恐惧 不知如何是好 也不敢觐见 只有胡官三老令胡茂上书道 臣听说 父亲就好比是天 母亲就好比是地 儿子就好比是天地间的万物 所以只有上天平静 大地安然 万物才能茂盛 只有父慈母爱 儿子才能孝顺 如今皇太子本是汉朝天子的合法继承人 将成绩万事大业 执行祖宗的重托 论关系又是皇上的嫡长子 江冲本为一介平民 不过是个市井中的奴才罢了 陛下却给他尊贵显赫的地位 让他挟至尊之命来迫害皇太子 纠集一批奸邪小人 对皇太子进行欺诈栽赃 逼迫陷害 使陛下与太子的父子至亲关系格色不通 太子进则不能面见皇上 退则被乱臣的陷害困扰 独自蒙冤 无处申诉 忍不住愤恨的心情 起而杀死江冲 却又害怕皇上降罪 被迫逃亡 太子作为陛下的儿子 盗用父亲的军队 不过是为了救难 使自己免遭别人的陷害罢了 陈认为太子并没有什么险恶的用心 诗经上说 绿营往来落离吧 谦谦君子不信禅 否则禅言无休止 天下必然要大乱 以往江冲曾以禅言陷害赵国太子 天下没有人不知道的 而今他又构陷东宫 激怒陛下 陛下不加调查 就过分的责备太子 发雷霆之怒 征调大军追捕太子 还命丞相亲自指挥 致使有识之事不敢禁言 善辩之事难以张口 我心里实在感到痛惜 希望陛下宽大为怀 平心静气 不要苛求自己的亲人 不要对太子的错误耿耿于怀 立即结束对太子的征讨 不要让太子长期逃亡在外 从而堕入奸人的阴谋 我已对陛下的一片忠心 随时准备献出我短暂的性命 待罪于建章宫外 冒死上文 五帝看完之后 略微受到感动而醒悟 但还是没有明令赦免太子 瞎注 看来五帝此刻心情不错 否则一定会像对待太史宫一样 把令狐老也阉割掉 太子逃到胡县 胡县在今河南领宝市西北 藏匿在全九里 只有两个儿子相随 全九里人虽然收留太子 但因家境贫寒 只好和家属一起昼夜编织草鞋 卖钱供养太子父子 太子觉得难为情 想起胡县有一个老朋友 家中富有 不如照他前来 商量一个长久之计 于是就写了一封亲笔信 派人送去 不料这一举动竟然走漏风声 被地方官吏听说 新安令李寿 带人深夜前去抓捕太子父子 将太子居住的地方围住 太子无法逃走 就闭门上吊自杀 蔡丕 好去侍奉母后了 主人与搜捕太子的人格斗而死 二位皇孙也一同遇害 蔡丕多害死了一家 李寿飞书上报 武帝根据以前的诏令 各有封赏 后来查到巫谷事件中的各种事情 大多数都不准确 太子确实是被江冲所逼 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本意并不想谋反 武帝后悔自己之前冒事 误杀子孙 负责守卫高祖寝墓的高寝郎 田千秋又上书为太子喊冤 他说儿子动用父亲的军队 所犯的罪充其量是矮板子 皇子过错杀人 更有何罪 臣曾梦见白头翁 娇臣这样说的 蔡丕 真善迎合 武帝果然被他说动 立即召见田千秋 田千秋身长八尺 相貌堂堂 说起太子的冤情 声泪俱下 武帝也为之 欺然道 父子之间的事情 别人很难谈论的 今天你沉明了太子的冤情 想必是祖宗神灵 派你来教导我呢 你应当成为我的辅佐之臣 蔡丕始终迷信鬼神 武帝于是封田千秋为大红炉 并下诏诸灭江冲三族 把苏文绑在横桥桥柱上 放火烧死 并且特意在湖县修筑私子宫 里面有归来忘思之台 表示哀悼 这场大劫难史称巫骨之祸 小子有诗叹道 骨肉乖离最可悲 功成私子会难追 当年梅马如犹在 应付招魂续处辞 瞎注 乖离就是分离 功成私子指私子宫建成后 思念儿子 梅马指梅胜与司马相如 这两位汉父大师招魂指处词中的一篇作品 太子死后 五弟的儿子们都想取而代之 于是又惹出一场祸事来 欲知如何惹祸 请看下回便知 蔡厚平 魏子夫以歌女进身 排挤走中宫阿娇 成为皇后 跪及全家 当他受到专宠时 弟兄做官 姐妹尊荣 何其圣也 公孙鹤起家行武 依靠妻子富贵 出将入相 他如果知道丞相难做 为什么不急流勇退呢 况且儿子公孙净生 娇奢不法 不带他走正道 反纵他为淫义 儿子已经犯法 还想给他赎罪 不久父子一起见阎王 杨时诸易两位公主 并遭连作 皇女丧生 必然波及皇子 姜冲构陷太子 由来已久 太子担心无法洗清自己 就矫照逮捕姜冲 姜冲固然死有余辜 然而父子相残之祸 自此酿成 太子拜儿为后死 为后死而为世一门 存活下来的很少 人生如泡影 富贵若患梦 何苦为此献媚求荣呢 五弟南征北讨 想为子孙谋利益 结果反而杀死自己的子孙 尤为可叹 后来建造私子宫和归来忘丝之台 又有什么用呢 我建设我